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 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呢 在6月21号到6月26号组织大家呢 去山东进行游学 山东呢 大家也知道 中国的经济大省也古迹众多 而且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跨界比较大 近代史跟古代史都跨的 我们要去三个城市 威海 青岛和青州 这三个城市 威海呢 不用说 那肯定是寻找这个北洋水师的这个遗迹 所以我们会参观这个刘宫岛 北洋水师的这个衙门 还有甲午战争的纪念馆 甲午战争的纪念馆 真的是我见过的这个中国这种专题性的历史博物馆当中 做的最好的之一 还有呢 就是定远舰的这个 一比一比一复制的这个定远舰的模型 这个都非常值得一看 然后到了青岛的话呢 就是青岛是德国人在那建设的这么一个殖民城市 所以有很多当年德国人留下来的这些个历史的这个遗迹 比如说著名的天主教堂 还有基督教堂 还有包括他的总督府 就是总督的官邸 其实那个总督府啊 什么公安局啊 警察局啊 这些东西都特别值得一看 在这个大街上我们就能看到了 然后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康有为 在那儿呢 有故居 另外呢 可能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劳山 那劳山就是出道士的地方吧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劳山道士 那不就是讲的就是劳山 也是这个度假胜地 另外呢 青岛也可以讲是中国唯一的一处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这个战场 中国在一战是没有参战的 但是呢 日本跟德国宣战 青岛当时是德国的殖民地 所以日本呢 就攻打青岛 所以在青岛爆发了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场战役 那这个有很多遗址留到今天 那这也是这个全国唯一的 至于说到青州呢 就不用说了 著名的这个佛像 青州的微笑 所以大量那个当年这个北州灭佛法难时候的这个佛像 那然后被埋在地下 后来挖掘出土 所以青州博物馆是 虽然它是一个县级市 但这个博物馆是赫赫有名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那所以这个青州还有众多的古迹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去参观这个博物馆里这些著名的佛像 那总之 这一趟呢 肯定是让您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 咱们言估一正传 前段时间呢 咱们提到过这俄罗斯教科版大元帅邵伊古被解职了 从有实权的国防部长变成了未沟权不重的吉祥物 邵伊古被架空之后呢 他的亲戚们接二人三的被调查 罪名呢 千天一律 都是腐败 其实呢 打从沙俄时期开始呢 俄国就开始反腐 反了几百年之后 他们的腐败就跟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 再涨一茬 对于呢 一个正常国家来说 清除腐败确实很难 即便是人类宪政鼻祖英国 当初啊 也是饱受腐败的困扰 咱们印象当中似乎只有沙皇这种专制统治之下 才会有腐败发生 实际上有权力出现的地方就会有腐败 英国有着上百年的议会制传统 1258年议会颁布的牛津条例就规定 议会法是最高权威 一切法令不得与之相悖 1295年呢 国王爱德华一世为了筹措军费 跟贵族市民代表召开模范议会 商量扩大税收的事 由此呢 打开了重大事项 由开会决定的先河 在17世纪经历了内战和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人从法律上确认了议会 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 当然了 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实现了真正的现代政治 因为国王的权力虽然被议会所限制 但议会被当时的大土地贵族所控制 也就是说呢 权力呢 是掌握在这些土地贵族手里 于是这些有权力的贵族议员就出现了大量的腐败问题 在早期的议会上 惠买选民 指定议员等选举腐败现象是司空见惯 每逢选举一席被当作商品明码标价出售 而且价格不断上涨 在这个1689年一个议席的价格是8英镑6仙令 一个英镑是9克黄金 一个仙令大概是27克白银 所以你别想今天的英镑啊 那个年代年收入超过10英镑就是富人了 但是呢 到了这个1727年 已经涨价到了900英镑一个议席 当时雇一个仆人一年就5英镑 苏格兰高等法官属于是当地法律界的权威泰斗 年薪也就是900万 一张选票这么值钱 让选举妥妥的变成了贵族的游戏 另外一个腐败的来源呢 是官员任免之路 英国官员录用实行恩赐制 国王大臣或贵族议员 掌握着任命官员的权利 是否录用主要取决于私人关系 忠诚度以及能否得到好处 这样一来啊 买官欲绝是公开普遍的现象 牛顿曾经担任过皇家造弊厂都办 属于厂里二把手 厂里的领导班的除了他 几乎全是靠送礼上位的 这就让牛顿呢感到非常开心 因为当时呢他准备推行货币改革 以应对英国的货币危机 正好身边都是些失备素餐的 没什么主见 只会盖章写同意 才能让自己能够大显身手 要是身边个个都是能人 保不齐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撤肘 就这样牛顿在场里另行禁止 才能完成重新铸造新币的任务 然而在当时的英国官场 牛顿这样的人是极少数 大部分是买官混日子 第一任英国首相沃波尔 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 他斥巨资从其他人手里买了个选票 坐稳了首相的位置之后 又卖官欲绝 只有在他这想门路的人 才有当官的机会 沃波尔的儿子呢 是个顽固子弟 用腐败赚的钱到法国花天酒地 还在饭锅上跟法国人吹牛逼 大谈特谈 自个儿老爹怎么生财有道 这些贵族们的腐败故事传到了法国 加上呢以小沃波尔为首的活宝二代们现身说法 让法国人对本国贵族的印象也极差 启蒙运动的时候 法国人那么反感贵族 坚持不用英式制度 跟这个呢也有原因 后来啊 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评论说 英国这个国家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 英国腐败问题的治理呢 始于议员资格的扩大 工业革命让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接下来呢 他们开始进一步寻求政治利位 因此呢1832年英国开始议会改革 确定了选民的财产资格 议员人数大大增加 并且在这些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要求之下 对原来的选区进行了调整 过去腐败猖獗的选区代表名额减少 这样一来议会里腐败的风气 被新加入的议员们大大的稀释了 议会改革让议员们形成一定的利益团体 这些团体逐渐演变成了保守党和自由党 政党必须通过选举赢得一席 组建政府近代议上政府呢 也由此开始 两党制度之下你别说腐败了 平时没事都得骂你两句 政府对国家的管理被置于议会严密的监督之下 这个党派任何失误和独职 包括腐败行为一经发现 都会引起议会的不把或不信任 而直接被轰下台 如果说呀英国核心制度改革 提供了政治开放和民众参与的基础 开始了腐败治理的第一步的话 那么英国选官制度的改变 用文官制度来代替原来的N4制度 则进一步推进了反腐的进程 19世纪中后期开始 英国人在政府内部呢 推行文官考核 用公开考试 公平竞争的原则 对官员呢进行择优录取 完成了这些制度性改革之后 英国人才在1889年 推出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步反腐败法 这里边不光规定腐败要坐牢 还会失去参选的权利 这样的改革让英国政治活动中的腐败行为 是大大减少 19世纪末 一次选举活动 所需要的成本 只有19世纪初的一半 民众和反对党派的监督 也能及时发现他们的问题 19世纪末上议院大法官 由霍尔斯伯利担任 他有权利任命各地方法官 由于他是保守党人 在他的庇护之下 英国各重要城市的法官 几乎都有保守党垄断 如此几年之后 自由党成员不干了 先是在议会中提出质疑 然后又受益名下了报纸 开始抨击索尔斯伯利 在这样一连串的攻击之下 果不其然有人曝光了 他和几位法官存在了资金来往 不明确的证据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打击 索尔斯伯利只得提前止损 宣布引咎辞职 英国一连串的反腐手段 确实让腐败问题大大减少 但是没有完全根除 一战的时候 英国首相劳和乔治 为了筹措选取资金大动脑筋 脉官欲决肯定不敢了 于是把来钱的路子 盯在了绝背上 英国上议院的贵族们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 下院议会多数党 对政局形成把控 行政权力过渡到一些 拥有实权的党派领导人的手中 他们从贵族手中 接过了荣誉授予权 并发现有利可赚 通过授予荣誉 给一些富裕的平民阶层 以此作为条件 让他们出钱 资助自己所在的党派 以赢得大选的胜利 这样的荣誉交易 逐渐就成为一个腐败的产业链 在卖荣誉之外 政客也会和商人一起打擦边球 你比如丘吉尔在担任公职之前 曾经为石油公司做游说工作 在他们的帮助下 丘吉尔做到政府高官 却不给石油公司办事 因为这事呢 他自己还遭到了 这个商界团体的抨击 可以说啊 腐败跟蟑螂一样 是伴随着社会贯穿始终的 它的来源是制度上的缺陷 它的出现和消失 并不能靠官员个人的道德水平来解决 而需要不断的对制度进行修正 才能把它的危害压到最小 连英国这样的老牌宪政国家 都跟腐败斗了几百年 俄罗斯想靠着 把胶壳板的几个副手抓起来 就能解决腐败 那天底下哪有这么简单的法子 好了 关于英国人治理腐败的历史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